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黑木耳形状有一些像人的耳朵,是牺牲在枯树上的一种食用菌,所以名的叫做木耳。 黑木耳是一种有名的山针,被营养学称为素中之王和素中之婚。 这就说明了黑木耳营养价值真的是特别的高,可以与葷石相媲美。 黑木耳有哪些功效还有作用呢? 其实呢,黑木耳作用真的是特别的多,功效也很多的。 第一呢,黑木耳可以清理肠胃。 黑木耳不仅营养价值高,空爱非常的不错,Q弹有筋道。 黑木耳中富含非常丰富的植物胶原成分,植物碱以及大量的活性酶。 这些物质有比较强的吸附作用。 对于日常生活中,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摄入了一些沙子、头发和金属线、木杂等等异物,有着很好的溶解和分解的作用。 平时的时候经常使用黑木耳能够清理人体的消化道,清理肠胃。 多吃木耳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排出结石。 黑木耳中含有一种物质叫做植物碱。 植物碱能够促进人体的消化道、泌尿道等等全体分泌物质。 植物碱就和这些分泌物一起催化结石,使肾结石或者是胆结石排出体外。 多吃木耳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排毒减肥。 黑木耳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胶质,一种叫做多糖体的物质。 多糖体是一种天然的滋补身体的物质,而黑木耳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在这些物质功能的作用下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人体肠胃中毒害物质的清除还有排出, 而且还能够预防结肠癌,还能够促进肠道内的脂肪物排出。 减少人体对脂肪的消化还有吸收,有助于减肥还有预防肥胖。 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黑木耳美容养颜, 能够很好的预防心血脑管疾病。 在北厂纲目中记载了,多吃黑木耳可以去脸上的黑斑, 能够很好的润肤防止皮肤老化,具有去斑养颜的功效。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黑木耳的药膳汤, 可以很好的淡化脸上的斑斑顶顶, 皮肤变得白嫩光泽,特别的好看。 我们先来准备一小把黑木耳放入水中, 用手抓捏抓捏,淘洗淘洗, 这样能够使黑木耳更快的泡发。 泡上10分钟左右。 泡发木耳的时候,我们加入温水, 再来一点白糖, 让它能够更快的泡发木耳, 节约很多的时间, 大约几分钟就泡好了,很快的。 这会儿我们再来准备一大把玉米, 大约100克。 玉米被称为世界和本科植物之王, 玉米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玉米当中所含的铁元素, 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可用于子宫癌的辅助治疗。 健康人常吃玉米能够使身体清洁, 减少肿瘤发病概率, 特别以脾虚湿剩的消化道肿瘤, 以及弹热腹湿的肺癌更为适宜。 在日本, 玉米被堪称为典型的抗癌食品, 玉米当中所含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有促进新人代谢减少胃肠负担的作用, 可作为病中或者是病后提热患上的不易食品。 玉米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E, 是一种美容的食品, 经常食用可以保持人体皮肤光滑细腻, 消除粉刺, 色斑改善皮肤。 很多化妆品都使用了玉米的提取物, 并且玉米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维生物质可以防止脱发, 使头发更加有营养, 头发光滑柔软。 玉米的主要作用是禁脾去湿, 尤其对于身体湿气重的朋友们, 经常犯困乏力, 特别适用于脸、头、油腻的人群使用。 多用手抓捏一会儿把玉米淘洗干净, 玉米看似干净但是有灰尘的。 准备一把干红大枣放入水中, 我们来搓洗搓洗, 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液, 维生素液可以起到美容养养的作用, 可以延缓皮肤的衰老, 让肌肤保持红润细腻。 好多女性朋友们脸上容易长斑, 那是因为皮肤衰老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多吃红枣能够缓解皮肤的衰老, 让脸上的斑斑点点慢慢的消失, 恢复良好的皮肤。 而且红枣养胃、健脾、 抑血、滋补、强身等等, 作用很多的。 从西医营养角度来说, 红枣当中有重要的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所以通常说红枣是天然的维生素丸, 而维生素当中尤其是像维生素C, 保护血管内膜以及抗肿瘤 都用明确的功效还有作用。 另外在红枣当中有植物化学物, 这种植物化学物具有抗癌的作用。 红枣可以泡耍水喝, 食用方法真的是特别的多, 适合多种人群食用。 尤其是体润的女性朋友们经常吃红枣特别的好。 多吃红枣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缺铁性贫血, 达到非常好的补血痒痒的作用。 我们把洗干净的红枣全部切成小块, 果糊去除不要。 再准备一小块洗干净的生姜, 把生姜切成薄片。 生姜含有姜辣素, 姜铜, 姜细等活性成分, 能够很好的促进代谢, 有利于减少黑色素的沉淀。 而且生姜呢能够趋寒趋暖, 冬天寒冷多吃一点生姜, 非常的不错。 最后改刀把生姜切成细丝, 切得越细越好, 更能激发出香味还有作用。 电炖小锅中一次性加入足够量的清水, 把淘气好的一米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 一米比较硬, 不太好容易煮熟, 先煮一会儿。 10分钟过去了, 木耳已经泡发好了, 我们把木耳切成细丝。 周老年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木耳的, 黑木耳当中还有一种能够抑制血胶板凝结的成分, 这种成分能够降低人体内的血液粘稠度, 促进血液流通, 而且黑木耳还有降低短固醇的功效, 从而预防血液短固醇过高, 还有血液粘稠度过高, 引发的心血管疾病, 例如冠心病, 动脉周硬化和高质血症。 20分钟过去了, 再把木耳倒入锅中, 红枣菜也倒入锅中, 姜丝也倒入锅中。 再盖上盖子开碎小火焖煮三分钟, 把所有的食材煮熟。 再次的焖煮好就可以关火出锅啦。 营养好喝的木耳一米淡斑汤就做好啦, 这道淡斑汤呢具有非常好的不血养颜的作用, 美柔去斑的功效, 可以有效的减轻黑色素的沉积, 延缓皮肤的衰老, 保持皮肤的年轻状态, 比市面上卖的一些抗烧腰的化妆品还要管用。 做法简单, 实在比较简单, 但是作用真的是特别的好, 非常的有效果的。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养生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美食视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